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幕 班森之外的第一个大包里面的纳美和女警 我们都说了,就差一个塞恩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塞恩的故事 塞恩这次的更新引出了诺克萨斯死灵法术的相关信息 所以表面上是介绍塞恩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弗拉基米尔的拓展深入 之前吸血鬼算得上是诺克萨斯比较高地位的人物 他掺和了睡马暗翼战争和勒弗兰封印莫德凯撒事件 但是这些刻画都是吸血鬼之前做过什么事情 对于现在,拳头官方并没有使用太多笔墨 在自己家城堡画画,伪装成慈善家,自住贵儿院啥的也太休闲了 所以本质上,现在的吸血鬼没有什么和主线贴合的事件 但这次,伴随着塞恩再度复活 我们或许可以探索吸血鬼目前的巨大阴谋 老样子,先介绍主角塞恩 塞恩的介绍可能比较特殊 他死过好几次,复活过好几次 我们从头来好了 首先,第一世的塞恩 一百多年前,诺克萨斯帝国最出名的将军 世杀霸道,超级有能耐 属于当时时代的战争机器 当时的诺克萨斯非常的强劲 对外扩张的规模比现在恐怖的多 而这跟塞恩是脱不了关系的 塞恩打的仗会有一股额外的杀气 那种只要我不死 这块地就必须攻下来的霸气 极大的鼓舞了诺克萨斯士兵 当时德马西亚被欺负的失去了特别多土地 德马西亚人知道不能这样放任诺克萨斯了 他们开始整顿部队,往回进攻 夺回自己的领地 这事传到塞恩的耳朵里了 这可不乐意听了 他喵的 老子攻下来的地居然还敢抢回去 直接把懦弱的诺克萨斯城管丢下去 不能让这帮狗崽子德马西亚人回去 一个大冲步 塞恩直接找到了德马西亚的国王 加文一世 但是国王哪有那么好接近啊 所以在塞恩到达的时候 他的身上已经插进去了十把长剑和二十多根弩剑了 常理来说 早该死亡的塞恩 凭借着为了诺克萨斯的荣耀和自尊的意识 标起了令人惊讶的肾上腺素 他死死地掐住了加文一世的脖子 即使死亡也不松手 为了诺克萨斯 帝国永世长存 塞恩死了 加文一世也加崩了 后来诺克萨斯人来收尸的时候 他们发现塞恩的手里 紧紧地攥着德马西亚国王的皇冠 以上就是塞恩生前的光荣战绩了 虽然我讨厌塞恩的侵略行为 但他这种尸杀且自尊极强的性格 我是真的很钦佩的 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彩蛋了 多年以后塞恩复活 看到诺克萨斯清算场这种娱乐措施 听着众多诺克萨斯为决斗场战斗的人欢呼时 塞恩是非常不屑的 觉得这种小儿科的战斗 根本不需要如此欢呼 这帮人真的不清楚 真正的战斗是什么样的 那塞恩死后 诺克萨斯一直没有放弃复活他 毕竟他太强了 能复活他对于诺克萨斯 绝对是非常好的武器 第一次复活 还是在波浪达克维尔担任国王的时候 当时是黑莓用尽数复活的 那个时候诺克萨斯萎靡不振 侵略帝被夺回去了特别多 需要一个战争机器来重新夺回这些 元素于诺克萨斯的土地 那复活后的塞恩出场 不杂费力 直接就夺回来了 但是复活后的塞恩 其实意识就有点不清醒了 他是那种连友军都杀的类型 所以不需要打仗的时候 留着塞恩就太费人命了 土地已经夺回来了 塞恩也没啥用了 就这样 塞恩被再度下葬 没办法杀死他 就做了一个超强力的外壳 让塞恩憋在里面 一直半死不活 以上就是塞恩的第二次出场 那么塞恩的第三次出场 就是斯维因搭上统领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塞恩是用来镇压叛乱地区的 同样的命运 镇压成功后 塞恩就又被关在铁笼子里 等待着第四次出场 而这次L2的更新 就是塞恩的第四次出场 众所周知 死后的塞恩拥有行动能力 那都是需要血魔法的加持的 没错 就是安逸会的那个 对 吸血鬼也偷着学会了 波浪时期说塞恩是黑莓献出的礼物 我猜测那个时候勒弗兰还和弗拉基又合作 所以弗拉基米尔帮了一手 复活了塞恩 这次复活塞恩的主导人是诺拉迪女士 我们从语音彩蛋中可以推测出 她大概率也是弗拉基米尔的手下 而且诺拉迪和弗拉基米尔手下 星红旅社的其他成员对话时 有一种地位比他们高的感觉 所以我推测 诺拉迪是星红旅社的社长 这一次的复活计划 是为了攻打德玛西亚的一个少战 而且这次 血魔法的等级比之前高了 光复活塞恩一个是不行的 要复活更多的死去的诺克萨斯人 为此 诺拉迪找到了艾斯林杰医生 蛊惑了他 让这位从前善良救人的医生 变成了变态的复活机器 塞恩的LOR故事线 就是由艾斯林杰医生和诺拉迪女士 穿起来的 加莱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复活的兵种 首先 不是所有人复活之后 都希望为了诺克萨斯战斗的 一想到他们被复活只是一个工具 战争完了就被遗弃 这帮人就难受 所以得从被复活的士兵中 寻找一些思想简单的人 组成军队 而那些思想简单 但没什么本事的 就是第一类兵种 重生 子弹兵 那光有步兵也不行啊 得有骑兵吧 骑兵得有骑宠吧 不能是活的 活生物加死人 怪怪的 干脆一起全部复活好了 但是被复活的巨蜥 攻击性太强了 根本不让骑兵骑 没办法 得用和生前巨蜥 生长在同一个地方的暗影草 把这种草磨成粉末状 涂在复活骑兵的身上 巨蜥就会有家的感觉 同意这帮死人上身了 但是这种草是有剧毒的 不过无所谓了 骑兵本身就是死的 有没有毒 谁在意呢 对了 还有之前在诺克萨斯地区 叛乱骑的士兵 他们也要参战的 镇压他们就费了很多兵力 他们死了也得补回来 互活吧 为了诺克萨斯而战 塞恩本来就很强 会不会还存在着 比较能打的古代人呢 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 古代能打的将军的记载 这些人拿来用一用 不过分吧 对了 还有牛头人 他们的力气很好用呢 拿来战争一定不错 啥 牛头人天性温顺 先复活看看吧 好像真的不愿意打架 有什么强制 让他们打架的措施吗 对了 可以往身上注射一些点盐 点盐进入身体 这些牛头人 就会浑身酸痛 这样他们才能以痛苦为动力 为更多的人带来痛苦 对了对了 别忘了我们的大主角 塞恩将军 就这样 诺拉迪和艾斯林杰 复活了一大批亡灵军团 前去攻打了德玛西亚的少战 少战奋力反抗 杀死了一批又一批的亡灵军团 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死物 是可以再度被复活的 看着死了 还会逐渐起来战斗的亡灵士兵们 德玛西亚放弃了守城的打算 他们离开了少战 打算把信息告诉总部 到此塞恩的第四次出场再次胜利 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任何一场塞恩战败的战争 以上就是本次塞恩更新的全部内容了 总体分析一下 为啥吸血鬼要复活塞恩 估计是和黑没有关系 吸血鬼现在也就和勒芙兰聊聊天了 那塞恩自己对于被复活的想法怎么看呢 他其实不是很喜欢 但是也有点躺平了 被复活就战斗呗 好在也是为了诺克萨斯沾光 但被复活的感觉是痛苦的 记忆根本记不太起来 尤其是哪天 万一回忆到了和加文一世 同归于尽的英俊战绩 再看看现在的被复活的丑陋模样 这种落差感还是会比较难受的 所以塞恩对复活他的吸血鬼 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话 其实聊到这就会发现 这种落差感和剑魔还是蛮香 可惜的是 塞恩是可以通过真正死亡来了结的 而剑魔只能赖活着 死都死不了 真是一个悲剧哦 今天就聊到这吧 这里是水魔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